而指望港股后市方面来说,5月份中国的PPI是按年上涨9%是高于市场预期,虽然CPI的指数表现仍然温和,而且低于市场预期,但投资者担心制造成本的上升最终都会增加消费价格指数的压力,但我们预期稳定都是中国货币政策的重点, 而在美国通胀数据公布之前,投资者都会倾向维持观望的态度,预期港股今天都是继续执幅上落,初步的支持位会在28,600点,港股通星期三恢复正流入达到11亿元,其中腾讯是录得最多的正买入,资金就是由小米和美团流走,而由于中国的PPI指数升温,中央有机会可能会对一些商品价格的控制加强, 但部分商品,譬如铜和石油,定价的走势都是视乎全球市场的供求关系,受到的影响相对会较小,而且近期油价都是保持坚挺,再加上估值吸引,我们建议投资者关注中海油。 而今天个股推介会说回德昌电机179,德昌电机在5月底就公布了21财年的业绩,全年的核心盈利可以按年增长了3成1,是高个市场预期, 而公司也恢复了派期息是每股0.34元,加上中期息的股息率达到2.5来,如果芯片短缺的情况是没有再恶化下去,公司指引在车用和工业用的产品强劲订单带动之下,意义财年的收入可以按年增长超过一成。 中长线来说,公司在电动车的热能管理、刹车和传递产品的市占率持续提升,是可以推动长线的收入增长。 估值上来说,公司的现价估值是9.3倍22财年市盈率,和5年的历史平均水平就相弱。 我建议投资者回调收集,目标价是26元,指示价是19.5,谢谢。 本人陈乐宜是证监会持盘人士,从事受规管活动,提速海基证券集团,有关牌照详程,请3月以下连结。 其及或其有联系者并没有拥有上述建议,互分发行人的财务权益。 以上资料是由海基证券亚洲有限公司提供,只供参考及内部使用。 有关资料是根据或源自海基相信为可靠的资料来源,但对资料的准确性或可靠性,海基不作任何陈述或保证。 以上资料或有关人士发表的意见并不构成及不应该被视为买卖任何证券或投资邀约或邀约招来或恳求。 海基及其高级人员、雇员、代理人及联属公司可能在以上提及的证券或投资拥有利益,但对于你因使用或依赖以上资料而遭受的损失或后果,概不负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